很好啊 徐市长都告诉我了 知道你此次回国 为救关东 身负重大使命啊 老夫 愿听其下 有件物品我想请您过目 唐伯兄 先生托付我回国 愿您共商救国 就东北的大计 他老先生 已经先走一步 为国捐去了 王老 他又何事托付 什么 姚子婷去吴文浩家了 姚老先生 我是在一九一四年 去日本东京留学 二十一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 留在了日本东京大学生物研究所 任高级研究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张苍满先生 并成为忘年密友 三年前的一天 苍满先生突然约我击剑 说他在一位日本高官那里 看到了一份密件 密件中说 德国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教授 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 提取了一种有机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对人体具有极大的杀伤能力 这种化合物 挥发以后 可以使人体的呼吸道迅速地 红肿溃蓝 窒息死亡 制成制剂以后 对人体进行注射 同样有效 现在 德国军方已经掌握了这种化合物 并且给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恩主 他说 恩主在长门状态下为蓝色液体 实验证明了它的杀伤力极强 百米范围之内人类无法存活 日本刘军总部得到这一情报以后 立刻命令 东京大学生物研究所研制恩主 并制成化学武器 为侵略中国征服世界做准备 此项工程的代号为蓝钻 苍满先生要求我 为了人类 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祖国 一定要抢先研制出解读剂 他给了我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 恩主的重要材料和公式 他让我研制出解读剂 我给这个解读剂起了一个代号 叫SR SR 一年向来 我们有实质性的突破 那什么原因呢 最主要的原因 属于我手中 没有一种可以进行 高端化学研究的蓝色培养机 这种蓝色培养机 只有德国 日本和美国可以生产 是一个国家最机密的 化学研究的基础材料 没有它 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这次回国前 苍满先生找到我 他说日本人已经从实验室里 成功地提取了恩主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掌握恩主的 人工合成方法 也就是说 很快 日本人就可以用它 来制作化学武器 他让我回国找年 让我尽快地 研制出白色 分手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个小瓶子 这就是你 日四夜省的蓝色培养机 温厚 你有了蓝色培养机 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 一共五毫升 那老先生 艾斯尔必须研制成功 恩主必须要杀死 不然的话 不要说我们的关东 整个的中国 好够不堪设想 你让老夫做什么 我需要一个实验室 我去向少帅委里请职 任命你为东队大学 化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东队化学研究 你一下如何呀 当不当所长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必须拥有 独立进行项目研究的 权利和条件 让你做这个所长 就是保证你有这个权利 王先生 单子上的这些器材 必须要尽快地 从德国和英国进口 老夫 胆子不轻啊 我靠啊 你在家里 安心地尽候 等我把事情办妥 把器材够尽 你就上任 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多久 我会尽力加快的 拜托了 好 文浩 你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事 姚子亭来了 姚子亭 是帮你办药厂的人 他 他来 他想让我当东北大学 生物研究所的所长 好 盒子 我真的有可能走不了了 你是说 东北政府 一直在跟你施加压力 是 文浩 为了我和我们的孩子 你要保护好自己 盒子要不这样 你先回日本去生孩子 不 我不走 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 大帅戎马一生 腥风雪 若说战死沙场 倒也令人可敬 掌政东北 凹心沥血 累死病死 也令人可叹 可他偏偏死在日本人的手下 死在他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老家门口 距离帅富窝榻尽支持之遥 是 光天化日 一生巨小 乍翻砖链 不折不掩 毫无顾忌 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就是你想不知的 都不可能 说得好 说得好啊 国之不强 命之难存 弹河 掩面哪 来 来 喂 请你给我接一下内务部 小子 晒太阳 不是晒太阳 是日光玉 为了你这个小侄儿 欧妮桑豁出去晒黑了 在看什么呢 小子你可真好看 找到了我也要娶你这么漂亮的媳妇 你才多大呀 就惦记娶媳妇了 过来 干什么 让我你想亲一口啊 那可不行 欧妮桑 我是男人 我就是要亲你这个男人 你不是跟我好吗 亲一口吗 欧妮桑 别让别人抗拒 你这个小家伙儿 现在就知道不好意思啦 让我妮桑抱一抱 好乖啊 文青 别缠着你嫂子了 好 盒子 你也该睡午觉了 来 给你球 玩去吧 来 少奶奶 你哥来电话了 好 吴文浩终于见到姚子平了 谈了两个多小时 情绪激动 大有相见横反之时 在回去的路上 姚老先生说 让吴文浩 担任东北大学化学研究所所长 让我全权负责他的安全 我们会协助你完成任务的 盒子 你上次说 吴文浩带回来那笔香水 是绿色的 是 你会不会看错了 你知道 那是在晚上 屋里的光线又不太好 再加上和文浩生气 怎么 什么颜色很重要吗 盒子 我手上有两只小瓶 我一会打开 就看看 第一印象是哪个小瓶 香水 我看看 哥 我想起来了 是蓝色的小瓶 你确定 难道蓝颜色的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 它是蓝色的 那有两种可能 一 它就是香水 那么不管是怎么从日本带回来的 都不是问题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 你说 它关系到吴文浩的生死 关系到爸爸的安危 关系到你还能不能和吴文浩在一起 他是什么 这个你不用知道 和子 你 我 还有吴文浩都要证明 证明他是什么 那只蓝色的小瓶 一定还在吴家 如果他再出现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一定要得到他 不管他对我们是有利 还是不利 我都要找到一个妥善处置的办法 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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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呢 我 我给妈妈说的 你这是哪来的土啊 文青 花盆呢 我把花盆打碎了 你把花盆打碎了 扔哪了 快告诉我扔哪了 扔到门口的垃圾箱里 你 你把东西弄哪儿去吧 哎 夫人 你为什么要打孩子啊 干嘛要打文青 你把这都打南去了 又是哪儿去啊 花盆呢 那就不要含孕了 改空运 就是高出五倍了 我要孕 先生 我刚去看过了 实验室已经收拾好了 我过去看一看 给我备车 是 你说呀 你说你什么 行了 你打他也没有用 大少爷 我对不起你 就这么一个小瓶子 我都没保护好 文青呢 不就是丢了个小瓶子嘛 有那么重要吗 有 他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多怪文青 多怪这个孩子 夫人 别怪文青了 坎哥 这样 我呢 出不去 你带个人 赶紧把文青给找回来 我这就去 有人 秋萍啊 大少爷 有事吗 我去给少奶奶送水 去吧 这样 坎哥 你查一下 咱们这一带的垃圾 是由谁负责来清理 然后运到哪个垃圾站 咱们去垃圾站去找 那倒行 不过咱吴家大门口 都是日本特工啊 吴家人走到哪儿 他们就跟到哪儿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去找二少爷 文明太鲁莽了 鲁莽归鲁莽 他总还识大提吧 我把这件事的厉害关系 跟他讲清楚 他会知道怎么做的 睡好了 少奶奶 大少爷呢 大少爷在夫人房间 他去看夫人了 不是 少奶奶 好像出事了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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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儿不爱个小孩了吗 没看见 看到我这儿不爱个小孩了吗 文明太鲁莽少爷 你去哪儿了呀 文明太鲁莽 小兰平有下落了 就在吴家 在夫人的手里 你怎么知道的 你要先跟我保证 保证你 不会因为小兰平 伤害吴家的人 我保证 哥 你要跟我发誓 说你不会 为了得到小兰平 去伤害文浩文青 小少爷文青 怎么 小兰平和他有什么关系 你发誓啊 好 我发誓 夫人 小少爷回来了吗 没有啊 你去哪儿了 我去了东关 李妈去了大北门那边 李妈回来了吗 回来了 那少奶奶呢 少奶奶 少奶奶也出去找文青了 对啊 他让我们分头去找 他自己往西边走了 停车 李川 那就是吴文浩的三弟 吴家的三少爷文青 李俊 看看 能不能从他嘴里 问出点什么来 是 小朋友 天都黑了 为什么不回家啊 不回家妈妈该着急了 那你告诉我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找花盆 我把妈妈的花盆打碎了 我怕妈妈打我 妈妈为什么打你啊 我把花盆扔垃圾箱了 妈妈没找到 她生气了 小朋友 天太晚了 快回家吧 快回家吧 秋萍 你告诉我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文青被打的 是您对我们说 你打了他 才让我和李妈出去找到 我告诉你之前你就知道了 不 说实话 秋萍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不然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真不是偷听 我全都告诉你 我到你屋里去送水 走到门口听到你说 小少爷把大少爷的 什么小瓶给弄丢了 大少爷还说 这个小瓶很重要 对其他人说了吗 我只对少奶奶说过 我告诉他家里出事了 他问我怎么了 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了 他也知道这个小瓶重要 是啊 比全家人的性命 都重要的事 我能不告诉他吗 记住了 以后再也不要 对别人说这件事 放心吧 夫人 我再也不会 跟任何人说了 你下去吧 夫人 大少爷 邱平也没找着 我对不起孩子 是我没看管好 盒子回来了 回来了 他还要再出去 我给他拦住了 他现在这个身体 怎么能这么折腾呢 是啊 让他好好休息吧 别让他再出去了 那个小蓝瓶 一定在花盆里 子彦 明天天一亮 你就派人 到凤天的各个垃圾场 去搜寻 一定要把小蓝瓶 给我找回来 记住 千万不能伤到小少爷 不许动他一根头发 这是死命令 夫人 大少爷 文青啊 文青 文青 快让妈妈看看 你跑哪儿去了 可给妈妈急死了 妈妈打你的地方还疼吗 不疼我 妈妈 明天我一定帮你 找回你的宝贝 嗯 文青 听大哥的话 明天在家 哪儿都不去 大哥帮你找 好 好不好 文青 你去哪儿啊 嫂子 我就到前院去玩 别跑了 你看看你 出了一头的汗 外面很危险的 出去时要小心点 别让嫂子担心啊 早点回来 我就在前院玩 嗯 嫂子 走 走 我带你找去 知道了爷爷 谢谢你 跟上他们 走 爷爷 垃圾场还没走呢 哎呀 这垃圾场这么大 也不知道爷爷 把垃圾到哪儿了 是吴家三少爷来了 来 跟爷爷走啊 嗯 他叫你 你自己赶线 你把衣服都搞得了 你把衣服都搞得了 这个衣服都搞掉 我们把衣服都搞得了 光绘了 我把衣服都搞得了 我把衣服都搞得了 你把衣服都搞得了 霓山 霓军 告诉他们 先别过去 要不就开枪 文青在里面呢 是 安弟 人枪 王哥 人枪 宝贝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人枪 不要开枪 封血 文西游 文西游 回来了 文西游 3 3 3 4 3 4 5 5 6 6 颯队 岔哥 大少爷 新立找到了吗 夫人 我都找遍了 可是没有找到 三弟会在哪呢 大少爷 这位老大爷找你 您是吴家大少爷吗 是我 你们家小少爷 怎么回事老人家 我每天给这一代的住户收垃圾 小少爷告诉我 他有个花盆 扔在垃圾箱里找不到了 说那是他妈妈的宝贝 让我领他去垃圾厂 小少爷很快就找到了那个花盆 还有一个小瓶子 当时还有一拨人在那里捡垃圾 其中有小少爷的二哥 哥俩抱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知道从哪冲出一拨人来 冲着他们就开了枪啊 他们冲着孩子开枪啊 是啊 小少爷让人打死了 安琪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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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这叫 走开 你们放开 你们啊 撑我手 你记住 这笔血斩 我一定让你偿还 来 先生 我们用不用扣住他 不 现在不能扣他 大少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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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三弟 你这个小三弟 剩下来就绵天 我是最放心的 我猜他 文青 文青 爸 我对不起你 爸 我辜负了你爸 我辜负了你 十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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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得不得二哥不好 二哥向你保证 一定宰了三夫一郎给你报仇 三弟 三名 二哥 十本人 十本人 二哥 二哥 你和我 父亲 我对不起您 对不起夫人 如果不是因为我 文青不会送 父亲对不起 对不起 大少爷 少奶奶 父亲 父亲 对不起 不怪文后 是我 是我把小平的事告诉了我哥哥 才让三弟 才让三弟死在他们的江口下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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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少奶奶 起来吧 少奶奶 您这身子可不行了 快起来吧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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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少 无论如何 要把小蓝萍抢回来 是 快点 快点 跟上 上 走 快上车 快快快快 快快 Dur 你干呢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是我 病人需要抛肤肠手术 你是 我是她丈夫 麻烦你签个字 好 停车 快停车 杨哥 前面好像是日本人 肯定是奔着文明去的 快 追上他们 快 追上他们 你们 撤下货 你们一滴 快 快点 给我黑人再打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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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箭 少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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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哥 二少爷 你受伤了 没事 没事 汤哥 把这个交给我大哥 少语哥 文明 许市长交代过 如果碰到吴副官 请他回师部 大家以后还一起共事 算了 就让我留在山上吧 在这儿我可以打日本人 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不用请示任何人 你等我一下 来 护士 怎么样了 是个男孩 五斤四两 产妇情况怎么样 大夫说 产妇很危险 他失血过多 需要马上输血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他是B型血 我们血库 没有这种血型 护士 抽我的吧 我是B型血 输我的吧 那好 跟我走 夫人 大少爷 没问题 放心吧 夫人 夫人 我让他们去准备了一些牛奶 还有红汤水 他们一会儿送过来 盒子怎么样了 还在观察 大少爷 去给三不一朗打个电话吧 告诉他一声 毕竟他是盒子的哥哥 女人生孩子是件大事 要跟他家里认输一下 要跟他家里认输一下 什么 盒子早产 他 他 曾饼 不错 死 我 我 了 我 我 你 赵人 我 你 文青死了 他是让一郎的人打死的 我让他保证过 不要伤害文青 可他还是打死了文青 打死了夫人的孩子 打死了三弟 何子 别这么说 千万别这么说 是我害了三弟 是我害了三弟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夫人 夫人 我怎么还有灵面见你 我还有什么脸脸活着 那你的事情来往 是我不好 我害了三弟 不是 不是 我要去见夫人 别动 别动 为什么要给我输血 你当妈妈了 你给我们生了个儿子 你说 我当妈妈了 我有儿子了 是夫人救的你 夫人给你输的血 用枪打下来一只 你猜还剩几只 十只鸟打下一只 还剩几只 九只 错 树上的鸟都飞了 一只不剩 我拿下书子 我拿下书子 凤枪 早先来愈 早先来愈 三弟 三弟 文青 好了好了 不哭 文青 盒子不哭 你要睡一会儿吧 睡一会儿对你的身体恢复有好处 大夫 你好 盒子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盒子小姐昨天来的时候很危险 做了抛肤产以后呢 孩子是保住了 可是她大量失血 我们的血库呢又临时找不到 是和她用的 幸亏她的姐姐给她输了血 她姐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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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